七月是聆听风的季节 启风的地方 云和植物一样 都展现出蓬勃又迷人的生命力 2018年夏天 我们在瑞士待了一周 我们给这趟旅行起了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 叫极致风光摄影之旅 拍在这个边上 就像坐在那个滑翔伞上一样 哇塞好棒 从空中领略过这片土地 从此竟然开始羡慕起飞鸟 于是今年夏天 我们又来了 以苏黎市为大本营 完成了一场城市 山林与小镇无缝衔接的丰富旅程 据说今年苏黎市的冬天很漫长 而往往这样的寒冬之后 夏日会更加美丽 早上好 这是我们在苏黎市的第一个早上 我们是在屋顶有直醒来的 苏黎市和水的关系很密切 每到夏天 游水的地方就是人们的游乐场 所谓入乡随俗 我们也决定 认识苏黎市 一定要从水上开始 我准备了 我准备了准备了 我准备了准备了 然后我去准备了 我给他一些指示 如何保护 保护 然后我去步一步 刚刚教练跟我们说 这个板子越大 对初学者来说越安全 因为它会走得更直一些 小墨出征了 初次行行什么感觉 还行 它左右跟前后稍微比较难控制 但是我觉得不会说一点都控制不了 天哪 二号金蓝正在写怎么站起来 这个比我想象的要累多了 因为这个板子在水上面 其实前后也会动 所以我的腿现在有点瑟瑟发抖 做这个体验之前 我也是有一点紧张 怕自己掉水里什么的 但是其实真正体验了 发现并没有这么复杂 比如说今天 阿猴的水性又提高了一点点 技能值加一 然后我发现我的水性还是很不错呀 教练甚至说 我可以跟他一起去一日游了 好下午 再见朋友 现在我们来到了这次瑞士之旅的第二站 就是位于苏黎市附近的瑞吉山 我们刚刚坐火车 大概37分钟左右 就从苏黎市到了瑞吉山 下面呢我们要坐一个蓝色的登山小火车 跟紧一点这位乘客 末岛要开车了 你敢乘吗 我不太敢乘 因为你是倒着开 我后面这个蓝色的小火车呢 就是我们刚刚坐上来的登山电车 据说是欧洲的第一条登山电车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非常轻松愉快的到达了瑞吉山山顶 这边有一个标志 左边呢就是年轻人走的路 右边呢就是老年人走的路 作为我们来说 当然选择这条老年人的路 果然老年人的路风景更加的优美 老年人你快往前走一走吧 越走脚不越轻啊 我们在这边看到了一个非常可爱的窗户 是红色的房子 远方是绿色的山和雪山 简直是太美了 哈瑞吉山比我们想象的轻松很多 仿佛只是推开了苏黎世的房门 一个迈步的距离 就走进了这个满眼绿色的后花园 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在瑞吉山认识的新朋友 他叫Max 是瑞士的国犬 大家看到他这边带的这个酒瓶了吗 这个就是以前他是雪地里面的救援犬 他会带着这一个装着烈酒的酒瓶 然后去救助那些在山里面迷路的人 所以是一只非常勇敢又伟大的狗狗 我感觉我现在和Max已经成为了朋友 他现在已经非常适应我的抚摸 让我们来试一试 有没有可能握手呢 先比一下 他的手真的非常的大 跟我的手差不多大 我们实现了第一次的握手 你在摸他的小娇娇 体型很大 但是我感觉还是性格很温顺 似乎都听懂我在说什么 当场打脸 站在瑞吉山顶上 我们再一次找到了鸟儿的感觉 翅膀鼓满了风 随时就像要飞起来似的 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牌子 我们现在距离北京有8020公里 但是这里的风景很美 我不想家了 一整个下午 我们在瑞吉山平缓的登山路上走走停停 听着脚踩沙粒的声音 看着花儿在风中轻轻跳舞 牛铃叮叮当当响 随时在提醒着我们 这是来自阿尔卑斯山的声音 我们现在站在这个后面 180度全是湖 我们边走边商量着 明天要看些什么 不如爬起来看日出吧 我们做了这样的约定 第二天一早 山里下起了雨 木之所及只有一片奶白色 我们看日出的计划就这样告吹了 在吃了好几个闭门羹之后 我们终于找到了一间开门的小木屋 已经能闻到一些香味了 这家店的老板是一对夫妇 细细看过店里的摆设 就会发现 他们是像布置自己家一样 用心经营了这家店 没想到一切 喝了 有 你喝了会醉的 不要喝 我来喝 很好喝很清爽 采访一下在阴雨天的瑞吉山上 来到一家很本地的餐厅 我觉得很治愈 就是如果说不下这场雨 我们可能现在还在外面 就是欣赏自然风光 可能没有时间过来看这种 很有瑞士传统风情 然后能够感受到他们当地人 生活气息的这种店 所以有的时候呢 阴天也不一定都是坏的 能够找到这样一家当地的店 闻到他们吃的东西的味道 就是从味觉上去体会一个旅行地的方法 还是很好的 这道菜我要包点了 饱餐一顿之后 我们灰蒙蒙的心情也得到了治愈 是时候回到苏黎市 继续我们的旅程啦 我们现在已经坐着缆车慢慢下山了 到了下面这个雾就散了很多 就有一种拨开青纱 看到下面蓝蓝的湖绿绿的山的感觉 这个不会是我们今天的坐机吧 哇 不瞒你说我们今天的交通工具在这里 应该下不来 对不起 好运 到了 幸运你一时 现在呢我们跟着导游来到了苏黎市的西区 苏黎市的西区就是一个比较偏工业的区域 然后整体会比较新潮一点 所以这边就有很多的街头艺术可以看 现在我身后这个巨大的涂鸦 是整个瑞士最高最宽最大的一个 我们现在看到了一座桥 这座桥呢非常有意义 因为它是苏黎市的工业区 还有另外一些区域的一个算是分界点吧 然后这个桥的年代也非常的久远 它还保留了很多的拱门 现在这些拱门的下面呢 就是一些精品店啊 或者是餐厅什么的 随便乱走的时候 找到了一个特别特别酷的 特别特别老的这种可以拍照的地方 快坐下快坐下 这个很快的 哇塞 热乎乎出炉的 我们两个人的合影 我们现在来到了苏黎市附近 一个叫做Riper's Queen的小镇 我们就走到了这个小镇的湖边 它旁边这个湖呢就是苏黎市湖 我们在湖边欣赏完了晨光和美景 现在要去看这个小镇最重要 也是对他们来说最有特色的 就是他们的玫瑰花园 刚刚导游跟我们说 玫瑰精油非常非常的贵 你要想做一生的玫瑰精油 要用四吨的玫瑰花瓣 我刚才想的画面是就是我躺在玫瑰花瓣 我想的也是 封面就是美国丽人那个封面 今天呢是个星星五 非常幸运 我们赶上这里有集市 跟我衣服相同颜色的一个花 好 把我带在身上吧 原来是这个意思 但我要紧紧的把阿猴抱在怀里 再拍拍她的头 大家如果想来这个集市呢 一定要记住这个时间 它是每年的三月到十一月 每周五的早晨七点半到十一点 这座童话般美好的小镇 成了我们苏黎市旅行的一个茶叶 我们的故事也终于到了尾声 准备一下 要告别了 在苏黎市的最后一个下午 我们找了一个能看全力的地方 云朵和群山好像在守卫着这座美丽的城市 也许这一次旅行之后 我们不再羡慕飞鸟 能一步步地走进夏天 才能一点点品味它的独特 我们现在在苏黎市这里的最后一站 就是苏黎市机场 它的一个特点呢 就是这里有一个能看到飞机起飞的观景台 而且更好玩的是 所有的民众都可以来这边 这边是一个公园性的东西 像是今天是个周末 就有很多家长带自己的孩子过来玩 你敢上莫船长开的飞机吗 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 欢迎关注小莫丫猴 元气一下开心一天